大家好,我是一厢好聚的作坊顾问,叶祖老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是那么高级公寓,肯定走了,这是它的外观 从前方直走大概5分钟,就是拿州大学波士顿本校 公寓一共有两栋楼,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公寓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公寓距离学校还是非常近的 公寓步行走到地铁站,大概是10分钟左右 把地图拉大看一下,公寓附近有两个小超市,生活也是比较便利 这是公寓的休息区,左边可以聚餐,右边可以观影 进门左手边还有一个咖啡机,有洗手池,有冰箱 右边还有两台贩卖机 这里是公寓的健身房 公寓的健身房配套设施非常的全 健身房主要分为两个区域,力量区 有氧区 有氧区 这是公寓的studio固形,单一个书房,下面带给大家看一下 这手右边是一个书房,左手是卫生间 先到卫生间看一下 卫生间是一个全位 下面来到书房看一下 厨房里有个衣橱,厨房的空间也很大 但是没有铺备窗户 下面来到厨房看一下,是挑放式厨房 有洗碗机,有冰箱,有蒸箱,还有灶台 还有一个微波炉 厨房旁边也有两个衣橱,空间都比较大 工艺的全屋都是配备了木地板,也是便于达理 这个是工艺的EDB户型,也是带一个小厨房 下面带大家看一下 进门左手边是一个书房,右边是一个衣橱 衣橱的空间比较大,可以堆一些杂物 这个小厨房中也是有一个衣橱,书房的空间不算大 但是放一些东西里是可以的 有洗衣机烘干机 洗碗机烤箱 有烟机灶台冰箱,也是开放式厨房 客厅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落地床 全屋都是木地板 下面来到卫生间 卫生间门口有一个衣橱 这个衣橱是分层的,也可以放些杂物 进入卫生间看一下 卫生间是淋浴,也是权位 有发灯灯 这边是一个淋浴 最后来看一下卧室 卧室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摆下一张装人房,再摆一套桌椅 还是可以赋予出很多的空间 卧室中还带一个衣橱 这是公寓的2B2B户型 带给大家看一下 站在门口,门口旁边就是一个衣橱 衣橱旁边是洗机和空间机 厨房有冰箱 微博炉烤箱 这边还有一个洗碗机 配套设施非常全 2B2B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储藏空间非常的多 衣橱非常的多 先来到次卧看一下 次卧里面有一个布鲁式的衣橱 下面看一下卫生间 这个是卧室外面的卫生间 有化妆灯 有两面镜子 下面去看一下主卧吧 主卧空间很大 主卧是带有独立卫生间的 也是落地窗 这是主卧的独立卫生间 也是一个全卫 以上就是本期VR探访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